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船舰 它的海监 它的海警 它的海刃船都一直来 在昨天下午有一艘大陆渔船在距离金门大胆岛 大概400公尺的地方撒网捕鱼 这是他们的日常 可是因为大陆海巡就在500公尺开外 那我们台湾的海巡署有看到 也在旁边监控 可是却直接做了一件事情 关闭海巡艇的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这是装作看不见吗 因为你把这个识别系统关起来了 雷达上就没有你了 就你好像不在这儿 你隐身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海巡署今天针对问题他回答 他说因为这个海域 所有的目标动态我们都有掌握 所以他都有做各种标准的作业程序来执行 这是他们的制式回应 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解放军的军舰 还有机 天上飞的 海上航行的 天天都来 所以中国大陆的国防部 有一些所谓的说法或是喊话 其中都有深意 都有他们自己的意义 我们看到包括中国解放军 他用了一个警折 威折的意思 警告或警示威折一词 这个过去其实没有 很少看到 所以必须推敲他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用意是什么 而另外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 也常常来我们节目的张延廷将军就讲说 金门事件已经外溢效应出现 而且扩散到马祖 澎湖 甚至我们台湾本岛 所以他觉得很忧心 他说 他举例说 昨天解放军就有12架次的攻击 逾越台海中线 其中有一架距离基隆只有43里 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大家要正视 可能也要 国防部的方方面面都要必须来做一个因应 那邱国正他就说 如果中国大陆就像他说的 未来海峡中线不存在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未来就没有缓冲的余地了 没有缓冲啦 他没有海峡中线啦 那这个邱国正进一步说明 他说海峡中线是一种默契 这么多年来 我们双方都有守这个默契 不承认有这个中线的话 没有缓冲余地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仔细的想一想 这中间传达的讯息 其实是不好的 是蛮紧张 也蛮冲突的 那我们说双方都要克制 美国也这样讲 可是像是欧洲的智库就讲说 金门成了大陆对付台湾的战略实验室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中国他这个不再尊重台湾的海域 江界 领空 江界 所以他是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也做一个实验场域 大概是看看我们台湾要怎么因应 或者是后头的美国要怎么因应 做一个实验跟一个测试 而另外解放军的船舰升级 威胁我们的立法委员 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或者是在质询 我们的行政最高首长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来态度又是什么呢 王定宇今天有质询 我们来听听看 好 我们看到王定宇 就是吉里巴斯的例子 因为这个礼拜一 前几天 美国跟吉里巴斯一起有一个 海上的巡逻的海警的一个执法 登上了中国渔船 在吉里巴斯海域的一个执勤作业 所以王定宇也问说 能不能美国也跟我们一起来 做这样的事情 来 比如说中国渔船来 我们要怎么驱赶 或怎么样驱离 或一起执法 那管毕林作为海委会的主委 他倒是说 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自己的海域 我们自己的海巡 我们自己雇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你要来跟他用撞的 因为刚才王定宇不是讲了吗 南韩会是用直接撞船 北韩是用开炮 这是王定宇的说法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 如法炮制 委员是希望我们这样做吗 如果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对岸 他在海军上面的建制 包括辽宁舰完成中期改造 西歼35出海航式舰载机 可能超过30架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包括中国大陆媒体 披露出来的讯息 他说歼35不会是福建舰 一家独享 现在辽宁舰将会进行海事了 说明歼35不仅可以弹射起飞 同样也可以华越起飞 而另外我们看到 香港媒体也报道说 传出了中国开舰 两艘10万顿级的航 这个核子动力航母 那造舰的数量将迎来新高峰 说到了可能 另外两艘核动力航母的悬号 分别是20跟21 大家知道 这个18号 福建号的悬号是18号 现在要直接跳过 变成20跟21 那传说中还有一个 19号悬号的航母 它的结构有可能叫福建舰 有更多的改进 所以就说像是下饺子一般的 他们在做武器 在做航母 那我们要用撞的吗 还是要用开炮呢 来请教董哥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这个它是有个模式 佩洛西来了以后 海峡没有中线 那今下这个撞船的事件 变成接下海域也没有中线 它就是它有一个模式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叫钓鱼台化 过去日本人在钓鱼台 所以上面摆很多设施 那中国大陆跟他警告说 万万不可以 后来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大了 那中国大陆海警就出动了 出动以后现在变成刑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光这三个事件的话 它的做法都是雷同 那我们有一句话讲 政府应该是当家不闹事 我们现在是闹事 而且由整个行政院 包括包括陈建仁院长 他都是这个态度 他已经是一个救官僚救内阁了 今天是个新国会 但是你看他的态度 他认为 所有去帮他的人都不怀好意 要抢他的功劳 可以看到从这个事件 有多少单位都想去帮郑鲼的忙 金门红十字会 金门的陈一针 马祖的陈雪森 大家讲说我们都可以帮忙 不愿意 郑鲼不打呼 以毒不回 然后夏立言去了 他们就开始骂夏立言 骂他吴商贵 那请问李明朗有什么办法 你今天 我们就是一个执法勾当造成粮食 这个是绝对有刑事疏失的 今天大家不愿意就这个来谈 还说他是违法 他还要再扯在那里 那我真的跟很多朋友讲 他以后变成常态的话 那就是没办法收拾了 以后海警队 中国大陆海警队 开到廖楼湾 你怎么办 中国海警队看到你的军队的补级舰来了 他迎上去四艘围住你 你怎么办 他说我在我的海域 你怎么办 你敢打他吗 打不赢 那你不敢打他 你就只来那边等待 这问题就是变成越来越难解决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像我是金门人 常很多人说金门现在情况会怎么样 你们会不会很危险 我说我们大概知道中国大陆在想什么 那你今天如果还是这样高涨的态度 谈判才十次 十一次 十二次都没有用 因为你就是这样 全世界发生这种事情我告诉你 除了说南北韩敌对那种 非常尖锐的 全世界碰到这种事情 第一个你把人家弄死了 你就是要道歉 这个没有恶化 你弄死了就是道歉 怎么会说我不用道歉 是他违法在先 那这几天屏东发生一个案子 警察抓到一个小偷 用警棍把他捅死 你当小偷我当然可以捅死你 可以吗 现在那个警察姓詹 现在被收押觐见 这个都知道你就是执法够当 而且这几个人更是莫名其妙 他发现小偷他还招来三个同事 然后把队长打死了以后 打一打以后把他抓去 抓去警察局他问信了说 那个人就倒地就死了 然后所有过程 没有监视录影器 一模一样 那这些人全部要被处分 而且一定有罪的 那你对付自己国内一个小偷 你都是自己有罪 怎么在国际 或者在海峡两岸 你是用这种态度 你明明知道 所有的手法都很牵强 可是这些民意代表 不管他是 勇言会这些让人看不起的 民意代表之外 你政府陈建人管毕灵 你不能是这个态度 当家不闹事 你现在要把事情解决掉 你不解决掉 所有烂题都是赖清德要来承担 那大家看就像我刚刚讲的 同钓鱼台对付日本人 对不对 从海峡中线你会赔洛西来 现在金下海域这个事件 它就会慢慢的成为固定 这是全世界的观察 全世界观察说 那你金门下门这边就变成是一个实验区 那这个实验区 其实我们也讲了好几天了 欧洲这些媒体又机构讲了 跟我们讲了也没什么不同 我们比他还早讲 那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政府不好好解决 那你现在他们在想什么 我告诉你四个字了 以拖待变 以拖待变 对 让你们疲乏了 反正我就每天这些公文人员 就去跟你谈 谈一谈 我没有获得上面授钱 我不回答 他在累计次数 我跟你谈了20次 他们都没有 他们不为手动 然后就可以跟国人交代了 事情没办法这样处理 因为到时候真的海警队 然后到廖楼湾 你的补给或什么你就 受到很大的干扰 然后全世界到时候会觉得说 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告诉你一句中国人的话 死者人命关天 死者为大 全世界没有这样处理的 今天你一个政府还要这样搞下去的话 没办法收场的 是 来 请教杨老师 现在昨天在29号的时候 他们在行政院 开记者会的方式 行政院以前是新闻局长 我在主持 他们现在是叫做行政院的发言人 他主持 然后海巡署的海巡组的组长 这也是相当高的这个阶层的官 他已经是非常强硬的说 而且我觉得这是被 他被交代要说的 他说经过市政调查 这个事件就是单纯的执法 我方人员无疏失责任 没有责任 当然也没有所谓的书面道歉的这种说法 因为在此之前 第八次第九次谈判的时候 媒体曾经说 大陆这边要求公开道歉 那海巡署这边回应说 要这个可以书面 那甚至讲到辅慰金 但是呢 29号民进党就等于是 政治操作 政治定调 你看得出来 海巡署 检察官 他知道这个事情 如董哥所说的 你自己理亏嘛 不管你怎么样造成 是不是 所以要大事化小 可是民进党现在发觉到 从第一天的开始 没有证据 没有违反任何的就是规定 然后终于经过两个礼拜 他说没有责任 不需道歉 那你之前 不是说一切等待司法调查 那个现在怎么说了 完全走弯 而且你也提不出录影带 录音带都没有 所以各位 现在这个信心很清楚 我觉得是在赖清德 当选之后就任之前 有系列的在两岸上 制造的一种就是说事件 而这个事件不幸的是 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发生意外 造成了两位渔民的死亡 但是他仍然坚持这是个事件 而这个事件一定要扩大 为什么 这基本上其实可以扩大 赖清德民进党在 如果两岸激化的话 他可以扩大他的权力支持 以及对于对岸的这种 就是说怨恨 甚至恐惧 现在如果说事情 没有任何的发展 我现在觉得海警可能会持续 并且加大对于在 我们主张的禁限制水域 附近的这个巡海 巡逻跟执法 那更进一步 说不定到有一天 他会伴随着大陆渔船 进入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里面 来捕鱼 来作业 海巡一定会有一些动作出来 但大家会克制 这个事情民进党就会以 暂停小三通来做回应 事情就会扩大 你看到王定宇这个说法 王定宇这个说法是不可思议的 他一直想把美国拖下水 各位 美国很清楚 在这个事件上从来就不介入 连盖拉格本来来三天 他两天叫他回去 在823炮战的时候 美国都不愿意去帮金门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 我最担心的 用金门来换两岸的对立 金门将来可能会 他根本不在乎金门 他说金门这个撤军嘛 是不是 所以将来这个事件恶化之后 金门妈祖可能就真的会失去 我们相关的水域的这个 就是说执法权 是 这是最可怕的 这个事情会恶化的 是 来 赖老师 目前事态演变到现在 已经半个多月过去了 民进党当局很明显的 没有意思要缓和 好好的来处理这件事 如果说民进党当局 确实是想要好好的来处理这件事 他只要把真相调查清楚 公布出来 然后把证据都解露出来 这个问题坦白说 马上就可以厘清责任到底是双方 那么应该多少来区分 当然大陆的民众已经死亡了 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你应该要从优的 要抚恤或是要赔偿等等 要看事情的情况而定 但是问题就在于 很明显的民进党当局没有意思 他没有意思要缓和 因为他到今天为止不肯公布真相 真相还是不明不白 船怎么翻的 人怎么死的 到今天都还不明不白 观众朋友 你能想象十几天过去的快20天 我们还不知道船是怎么翻的 人是怎么死的 死因到底在哪里都不明不白 竟然会没有录影像 竟然那么会没有 这30分钟的追逐的航机图 竟然录音档没有公布 竟然到今天各方面的 船怎么翻的 合理的科学的推论都没有出来 在这样情形下 我们看两岸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那么这种我们所谓的 敌意的螺旋一直在上升 在上升的过程中 民进党没有意思要解决问题 民进党还在加油天处 而且还在煽风点火 那么在这么一个节骨眼里面 夏立言国民党的副主席 跑到了大陆去了 他是被动去的还是主动去的 这值得玩味 如果他是被动去的 就是被邀请去 跟宋涛见面的话 民进党当局 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他就更要把美国拉下水了 因为他会认为是国台办 或者是大陆这边有意的 要找一个国民党 来谎和这个局面 但是如果是夏立言主动去的 那你本身刚好 就让民进党在这个地方 再挑拨离间 然后再闹 挑拨台湾跟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这莫名其妙 所以我不是很理解 夏立言在这个时间 那么去大陆 他到底是主动去的 还是被动去的 这有玄机 有关键在里面 可是很明显的 局势一直在升高了 两岸之间的 不但是警力军力的情况 也在升高 台湾准备好了 民进党当局 你准备好要带台湾的民众 去跟大陆冲撞 我们可没有要追随你 你要你就带你的台独 去跟大陆冲撞 我们看看到时候的情况 会是如何 但是不要把我们这些百姓 都拉进去 我们不陪你玩